美國密西根大學畢業典禮 挺巴示威者在現場虛聲士氣 典禮一度被中斷 另外印第安娜大學弊典 也傳出學生集體離席抗議 美國挺巴學運稍微緩和 不過這波學運後 拜登的民調不降反升 CN民調拜登上升3% 跟川普僅差距1% ABC民調兩人的支持率也緊咬 專家分析即使年輕人 反對拜登的挺以色列政策 但是卻沒有轉為支持川普 曾經在十屆美國總統大選中 精準預測九屆的 美利堅大學歷史系教授奇曼 大膽預測拜登會連任 在他的13把鑰匙預測系統內 如果執政黨失去6把以上的鑰匙 就會落敗 不過拜登已經掌握兩把鑰匙 雖然拜登在某些搖擺中民調落後 但是奇曼認為 依照他的理論 拜登必須再有6個不利因素 才會落敗 目前看來可能性不大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的新聞絡� 提供 請 你 要 感谢观看